彰化的園林鐵路股倉 市公所想要活化 主管機關鐵路局卻苦無預算 現在觀光絕有地方旅遊環境營造計畫 歡迎各個縣市來爭取 讓這個僵局渴望解逃 有四十五年歷史的園林鐵路股倉 就處理在臺鐵高價化鐵道旁 閒置多年為地方詬病 園林市公所現在提出修復計畫 打算向中央爭取預算 打造歷史文化園區 新建於一九七六年的園林鐵路股倉 又稱為園林利庫 是當時提供股物運輸儲存的設施 八零年代中山高開通後 鐵路運輸成本提高 股倉僅營運七年就停止使用 彰化縣幅二零零三年登陸為歷史建築 曾短暫為文化藝術展示空間 但後續就一路閒置 二零一四年鐵路高價化後 鐵路沿線空間重新規劃 反而凸顯出鐵路股倉為髒亂點 由於鐵路股倉管理單位為鐵路局 無力支付活化利用所需經費 如今這個僵局出現曙光 交通部觀光局明年編列體驗觀光 地方旅遊環境營造計畫 總預算為五億元 歡迎地方提出計畫來爭取 可以去考量看周邊 有一些景點他們是需要去形象 例如說旅遊環境整備 然後景點必只串連串接到 這邊鐵路股倉 所以他們可以提一個這樣的計畫 文資局這邊去年有特別核定 這個整個大概680萬協助地方 先針對這個漏水的問題 來做一個處理 公所對這個援引股倉 其實他們非常的積極作為 我們彰化縣政府樂觀其成 文化部六百八十六萬元預算 目前已到位 先提供緊急建物整修 後續施工所將積極提出計畫 爭取交流部九千萬元預算 共同為地方文化建物閒置的問題解套 記者阿密 鳳龍濤 彰化報導